鸡嘴潘要不被遣送回国 鸡嘴潘在澳大利亚 也不被遣返回国 还有那个朱文利 在新西兰的你们那个朱文利 要不遣返回国 还有在日本的 什么项林 还有咸鸭蛋 还有这个高冰臣 还有这个薄勋 薄勋伟实习在美国在监狱了 还有这个石诺他也不进监狱 你记住你们见了我以后 你们使劲往七个脸上尿尿 女的就不用尿了 女的就吐一脸痛我就行了 男士都尿我一脸 行吗 你们就随便尿 我跟你保证 陆大脑的蛇腰炎 九指腰百分之百进监狱 你走着看 就高冰臣 头两天这个我们大安那 这个战友 大安那我是老战友了 给我发信息说 跟这个高冰臣很熟的人 看到高冰臣被他老婆 在撵在地上睡觉 打地铺 不能上床 但是他灭共砸锅 高冰臣黄河边很有名 大家你们记住 黄河边会死得很惨 很惨 包括他现在的老婆和女儿 为什么 加拿大政府跟我们 最起码了解已经两三年了 加拿大政府说 你不要起诉他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会把他送上法庭 送进监狱 你像那个火鸡拱 是不是 你像那火鸡拱 还什么周孝正 美国FBI 盯他 我今天当时直播说 盯他一个不是三年两年了 火鸡拱的地铁 在国内大肆发财 你觉得美国FBI是傻子吗 不查他吗 你是美国之间中文部主任 中文部主任 找那些中国人 你觉得多少人是真反共的 有多少人给他行贿呀 是吧 周孝正这个垃圾 这个流氓 自己的女儿都 所以跑到美国来 搞养老 来砸锅 你觉得美国政府 能放过他吗 所以你像 吴征这种登记 在现的特务 他弟弟 自作在昌岛 有很N座房子 你觉得能放过他吗 熊县民 不合训 能放过他吗 这帮垃圾 是吧 城水檐 这个孙子 在拉斯维克斯 那百分之百 他们是骗子 这共产党前哪来的 他怎么交代呀 每天都跟着 不争保持一息行动 是吧 他一定是共产党的人 美国政府 一定会查清楚 但是我希望 战友们记住 看到最可悲的事情 离开中国 中共国以后 到了海外的华人 还如此不堪 拿到身体 换省几十块正癖 跟熊县民这种老流氓睡觉